主席 主席 文件會的同仁還有這個委員 還有媒體記者先生小姐 大家好是不是請龍主委 有請龍主委 主委你確實是有些魅力 不管是文字或 做人做事的風格 讓我們恐文集主委 現在的委員都有點不知所云 有一點飄飄然 所以你有絕對的高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有一種無形的穿透力 喝酒的時候更可愛 我怕你們繼續續舊下去 都不知道何時可以終結 但是您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對您自己個我的期許 透過文化的 無形的穿透力不僅是在 內政外交兩岸 那你也期許自己 不要成為一個行政部門的活動主 康樂主 我覺得你已經把自己 給未來的文化部 定義了一個非常高的一個高度 所以我們很期許你 不僅未來一個好的文化部 更希望因為這個文化部 讓台灣有一天 能夠產生一個文化的總統 這是一個台灣的福氣 那麼主委 您自己本身 做過文化局長 那麼現在做文件會主委 未來是文化部長 我今天不要以立委的身份 來跟您救教 我要以一個 桃園的前文化局長的身份 來跟一個大局長 大主委 談台北以外 真正義文工作者 他們面臨的問題 因為我很擔心 我們對你的期許 甚至有部分委員對你的著模 結果我們忽略了您的部分的盲點 我很擔心您會做台北的文化局長 做兩岸的文化局長 做國際的文化局長 然後是文化部長 但是您就不是做台灣的文化部長 因為台北以外的地區 反而是您最弱 最不熟悉的地方 今天有很多委員都談到了 預算分配的問題 那麼在去年建國百年 大家最 談到最多的 就是夢想家 我不管 這一個表演的活動的結果如何 但是兩億的經費 對很多人來講 是有很多不同的意義 您第一年做文化局長的預算 我幫您查過 十三億 今年台北市文化局的預算 有二十二億 您知道我做台灣文化局長的時候 做了三年 一千個小局長的春天 您知道我一年的預算有多少錢嗎 你第一步就要先了解 地方的文化行政者 他有多少錢 你這個部長 才知道說你要怎麼給地方幫忙 夢想家一次燒掉兩億千萬 我每年的預算 平均兩億七千萬 很接近吧 一個活動燒掉我一年的預算 這兩億七千萬還包括了人事費 還包括了很多的維修費 維持費 我真正能夠幫 我們地方文化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的 微乎其微 我心裡覺得非常感慨 也非常感動的事情 雖然我的預算這麼少 但是在三年當中 我們民眾的參與程度 從我去的時候 一年參加二點二次 到我離開的時候 參加五點三一次 從不滿意的二十二點八 降到了十四點二 從滿意六十點四 到滿意到七成二 成為大家對於 桃園縣政府 三大施政滿意項目之一 大家同心協力 希望給桃園 有一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就跟你談到的 一個公民權的時候 你特別尊重 也特別重視 弱勢 但弱勢的裡面還包括 弱勢的縣市的 藝術工作者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 我念幾個 我曾經補助過的團體 讓你猜猜看 我補助他多少錢 他對我們桃園貢獻太多了 莫斯科斯立芭蕾舞團 朱中慶打擊樂團 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我可以給他多少錢補助 才能請他來自己表演 您知道嗎 我只能給他三萬塊錢 三萬塊錢才能打動他 勉強他請他來我們桃園演出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看到一場 比較高水準的演出 還有很多藝術工作者 是我沒有辦法有錢給他 但是我透過場地的免費借用 讓他跟我共同演出 讓我文化局掛名 我給他免費的場地 所以他能夠在桃園演出 我連一毛錢都補助都支付不起 這是一個真實的現況 那麼我們中央的補助 給我們的藝術家 是怎麼樣的感覺 最近有一個得到工藝家的 一個藝術工作者跟我講 政府希望讓我們的文創產業 能夠落實 也鼓勵我們的藝術家 能夠用更好的設備 創造出更好的作品 所以希望補助他的電搖設備 說政府可以補助你一半 最高15萬 他一定15萬 好 那我就想辦法咬緊牙根 再去收15萬 也去仿價 拜託人家 把價錢往下壓 壓到30萬 他出15萬 中央拿15萬 最後中央核定下來 為什麼講核定 因為中央對地方的藝術工作者 是沒有感情的 你們是長官 你們是審判者 你給錢的時候 你不會去體會到 藝術家無錢的痛苦 最後15萬的預定額度 給了他5萬 說這是我們能夠 爭出來的預算 英國建國百年 把我們很多預算都排擠掉了 我們只能勉強給你5萬塊錢 你說他換了設備沒有 當然不可能換嘛 他已經擠了15萬 結果你的15萬最後只剩5萬 這個工藝家就只好摸摸鼻子 繼續用他的老搖繼續燒 接著我要談一個 文化資產的保護 你在香港的時候 特別強調文化的認同 這也是一個公平權的開始 尤其一條老街 一棵老樹 都對你產生很多的迴響 那是詩的文字 但在落實面 我就講一個真實的案例 我們桃園一個文學家 叫黃文相 很窮 雙目因為糖尿病 接近失明 他的老家在龍潭 叫江夏柯文煮堂 他不忍他家的老家 因為漏稅 整個房屋垮下去 他來找我局長 說局長 我想把我老家 他能夠把他修好 那我說 那我把你爭取預算看看 最後我從中央爭取了 九十萬下來 九十萬裡面一半是文件會 一半是我們地方政府 你知道為什麼只有不到一百萬的錢嗎 你知道嗎 你要做一個文化部長 你要知道 你對於你懷舊的老街 懷舊的老樹 你對於這些住在那邊的人 你給他不能只有一個文字的 美麗的夢想 務實面是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只有九十萬 因為我們規定 自己要承擔百分之十的費用 他只能籌到九萬塊錢 一個跟你一樣同是文字工作者 但沒有像你在世享有那麼好的知名度的人 擠了九萬塊錢要修自己家的股宅 因為他只出得及九萬 所以相對我們只能補足到九十萬 從我們九十七年 修到現在 修到黃文向老師已經走了 您知道嗎 這是今天真正發生在我們地方的事情 大溪老街 有個古宅 我好不容易 讓在台北的孩子回來 希望把這個大溪老街 和平老街有一個房子 能夠變成大溪的光點 變成我們桃園的義文的重點 爭取的預算有 爭取了三千萬 要分六年修 一個房子分六年修 德包的廠商不見得是一致的 每年修的狀況又不一樣 翻修的時候萬一下雨怎麼辦 一棟看到房子快要老化 快要躺下去的房子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讓地方的工作者 他們覺得非常的寒心 所以未來的部長 您對於弱勢的很多的族群 您給他們非常多的肯定 也給他們很多的期許 但是對於真正的文化生產者 真正守在第一線的文化工作者 你一定要了解 他們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希望部長 你能夠對這些 弱勢的文化工作者 也給他們點信心好嗎 陳委員我想您有很多很多 第一線的前線的工作經驗 累積起來非常的寶貴 尤其是談到文化局 他站在第一線 面對我們說的庶民 我覺得有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 縣市政府本身 一定要重視他類內部的文化局 而不是當他有經費的時候 文化局是如此的邊緣 第二個中央政府文化部 將來的文化部這邊 是一定要有一個原則 我們不能以為台北就是台灣 就如同巴黎不是法國一樣 這一點我們會緊緊的記在心裡 所以我特別提醒部長 您對於文化的認同 您非常的重視 您也不重視片面的短暫的活動 所以您對於由下而生的設計中的營造 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 您一定有很多的嚮往 對嗎 對 但是您知道這三年來 這兩項關係 台灣真正主體價值的 預算科目的預算 是增加還是減少 您知道嗎 我知道 我們文化資產 從99年的14億 到今年101年 降到10.9億 社區總體營造 從5.9億 降到4.5億 正好跟您所有的宣誓 都是背道而馳 對 當然你可以說 這是前所 的想法 我要有自己的預算 但是這一年 你一定要好好找出自己的方向 做一個預算的調整 不要做了一年的部長 完全做的不是您自己想法的部長 最後我以這幅圖 是我覺得非常驕傲的 是我們桃園大溪交界的 大溪復印象交界的一個 紀國派老教堂 也是在文建會百大建築之一 也在文建會的櫥窗 看得到這種建築物 是泰雅人用石頭 一塊塊把它堆積起來的一個 歷史建物 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文化館 過去我們引以為傲 但是就因為文建會一個 公文的改變 就是你必須要有使用執照 分區證明 要確認一個地方文化館 就因為這樣子 現在就閒置在那裡 所以您很引以為傲的文化館 在目前真的是在深圳的部分 我們面臨很多的挑戰 所以希望部長多下鄉 您的美麗的詩句 會真正的落實在台灣 謝謝您 我一定會下鄉 是的 謝謝 謝謝陳委員